我对于独立董事这个功能的认识是这样子的 独立指的是指独立于大股东以及独立于经营团队 而董事的职责它其实是代表所有的股东监督公司的经营团队 在重大的决策跟经营的方向上面给予监督跟指导 当经营团队做得不好的时候 董事的职责是要去给他们警告 当经营团队做得好 当然董事也要对经营团队给予鼓励 在台湾有非常多的家族企业 为了保障一般非家族企业相关的投资人的利益 独立董事一定要发挥它的功能 独立董事这个角色也就越来越重要 东元其实是一个台湾非常知名 有六十几年历史的老字号 那他今天面临一个转型的契机 他必须要聚焦 面对一个世界级竞争的机会跟挑战 我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愿意接受提名 成为东元未来的独立董事 为这一个老字号的公司尽典礼 希望他的公司治理能够更上层楼 基本上面来讲 过去有十七年的时间是在台积电工作 那台积电的公司治理是做得非常的好 不止在台湾做得很好 他在全世界都是很有名的 我在公司里面学习了一个董事会应该怎么样运作 那我自己个人在过去可能有六七年的时间吧 是在亚洲公司治理学会担任他的理事 也是他的这个神纪委员会的主席 我一直觉得亚洲的公司 如果在公司治理上做得好的话 他其实能够发挥更大的效益 为公司的价值增加就是增分 那我想我过去的这些经验应该是对东元有用 我其实对于东元现在本身并没有一个特别的意见 因为对这个公司还并不是很熟悉 但是我想如果我能够进到董事会的话 当然我会对这个公司业务会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基本上面来讲 我想我会采取一个公正 公开这样子一个态度 去听现有的经营团队 以及希望改革的董事们的意见 我自己个人是认为东元现在面临一个转型的挑战 它必须要聚焦 那过去如果是很分散的多角化的投资跟经营 可能不是一个有利于它未来聚焦发展的一个方向 blueberries 好了